近日,一套全流程刷脸就医系统在杭州市渔航区第一人民医院正式上线 该系统最大的特点就是实现了全流程的覆盖和全人群的普及 不管男女老少有无医保都能实现刷脸就医,有效缩短患者的等候时间 市民在支付宝上绑定电子刷宝卡后,在自助机前刷脸认证 通过人脸识别采集,输入手机号码进行验证 将个人支付宝账户与医院内部信息系统进行关联,完成信息建档 在之后的挂号缴费环节,只要再次刷脸输入手机号即可完成,可以更方便就医 今天我到医院来了以后呢,就是首先在自助机上就是说可以刷脸操作 然后从那个化号到那个就是整一个看病的一个流程啊,就是用刷脸都能够完成了 所以我觉得很方便,不用我自己就是说用医保卡再插进去啊,再操作啊,我觉得挺好的 该系统自试运行以来,一个半月时间内患者体验超1000人次 在此期间,医院门诊部主任孙明感受到了患者就医体验的变化 在实际的一个就医环境过程当中,我们会看到一些现象 比方说有的抱着小孩子来纠正,还有的一些匆忙来就医的时候 把一些市民卡落在家里,实行了刷脸之后 这两点就可以让他们没有后顾之忧 所以整一个实施过程当中,我们得到的病人的反馈都是非常满意 据了解,医院不断完善信息建档,分诊挂号,科室诊疗,报告读取,医保支付等功能后 最终实现了全流程刷脸就医 目前,刷脸就医已经在渔航第一人民医院20多个诊室上线 接下来将做出全院推广 省市区位置系统给我们提出的就是 要我们全力着力解决病人看病难 这个看病烦的问题 刷脸就医从准备筹备到最后设施上线 我们经历了一个过程 那么现在呢,基本上能够很顺畅地在整个全流程 病人就诊的全流程当中,很通常地进行 目前就是我们在盟诊的三个比较大的科室 20多个诊室已经完全能够在诊间进行刷脸的就诊 乐观的估计呢,就是我们会在一定的时间段全院推开